Lun Sang 鱼子烧 Lun Sang 鱼子烧 Hello. 大家好. 我是Yuma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Lun Sang 鱼子烧 玉子烧 玉子烧 Lun Sang 鱼子烧 鱼子烧 Lun Sang 鱼子烧 也是日本人很愛吃的國民雞蛋料理 那這個一隻燒的味道的部分 其實每個家庭會用到的調味料都不太一樣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日本人都很愛吃的 Dashi Maki Tamago Dashi是歷史高湯的意思 一咬到一隻燒就從裡面滿滿的高湯的味道會出來的 我跟Ryu都喜歡的一隻燒的味道 做一隻燒的時候 那個捲捲捲的那個過程 對第一次要挑戰的人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點難度 可是要多多練習就大家也一定可以做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做做看吧 Let's start cooking 第一隻燒 玉子燒的材料是 生雞蛋三顆 醬油一小匙 砂糖一小匙 Pondashi Pondashi 兩分之一小匙 水五十毫升 這個Pondashi是在日本的很多料理裡面 常常會用到的顆粒狀的調味料 它是用甘薰煎魚來做的 放這個就簡單的可以做綠色高湯很方便 首先把全部的材料一起攪拌 準備平底鍋 一般的圓形的平底鍋也可以做 如果有這樣的專門做一隻燒的四方形的平底鍋的話 用這個比較可以做漂亮的形狀的一隻燒 好 那就開始做咯 首先開中火下沙拉油 一隻燒呢 要捲起來的時候 如果蛋汁黏在平底鍋的話 不能好好捲起來 所以要好好煮均勻沙拉油 平底鍋變熱之後 把蛋汁分三四次倒入平底鍋裡面 這樣讓蛋汁晶勻流到平底鍋全體 煎到半熟後 從上面往內折大概四次把蛋捲起來 如果覺得用筷子很難的話 用這樣的扁扁的東西應該比較簡單 煎好後 先把沙拉油塗在上面的部分 然後把雞蛋移動到最上面 再把沙拉油塗在下面的部分 這樣開始煎第二次 雞蛋的下面也要倒入蛋汁 所以要把雞蛋醬拿起來倒入蛋汁 哎呀 放過來了 煎到半熟後 再把蛋捲起來 捲起來的時候呢 這樣把平底鍋也一起拿上來的話 很容易捲起來哦 煎得掉 煎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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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 蚊子 鸡肉 沾完 白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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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蛤 卵油肌吃嗎 吃嗎 卵油肌 快來 哇 很棒 很像假的耶 像假的 你不要吃飯是嗎 我只要吃雞蛋 你在這裡 那你先吃老婆做的一隻燒 很美耶 很漂亮 甜度剛剛好 好吃 口感很棒耶 很柔軟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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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跟我一起去 壽司店的時候 一定會叫 剛做好的 味道不一樣 上次店 也是那個老闆 在我們的面前 可以幫我們做 在現場 親手做 那個真的好吃 味道很特別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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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西邊去加油 掰掰 今天我著急 然後拍兩部影片 要給自己個好比 乾杯 掰掰 掰掰 一直看我第一次做的 應該是 初中的時候吧 初中的時候 跟爸爸學 因為我爸爸自己是 料理人 做料理的人 然後我是一直看他 做我的樣子 然後 好像是跟爸爸學的 然後我 因為 從之前 還蠻喜歡自己做料理的 所以我高中的 一年級的 三年級的 三年 三年 我幾乎每天 做自己的 跟姐姐的便當 那個時候一定會做這個 一直燒 所以我在這個人生 已經做這個一直燒 應該有超過200次吧 今天的一隻燒 看起來是很漂亮 很成功 可是我覺得啊 這個切的裡面的 斷面 看這個旁邊的比較清楚 它這個斷面 有的地方會有空間 空氣 有洞 如果這個完全沒有空氣 完全沒有洞的話 是完美 裡面會有洞的原因 是 折的時候 不小心會有 schema 的話 就會出現這樣的洞 然後一層一層的 雞蛋 燒太多的話 它的表面 會有點乾燥 滿乾乾的感覺 所以它折起來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 這個schema 所以呢 半熟的時候 折起來 的話 可以做 裡面沒有洞的 很漂亮的 一直燒 這個一直燒 還有上次的荷包 當然還是要 配 那豆飯 最好吃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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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的YumaCooking就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給我一個讚 還有請留言告訴我喔 對啦 我在Instagram有看到大家的照片 就是大家看這個YumaCooking的很多料理 可以實際自己做做看 然後拍那個照片 撥上自己的Story啊 自己的Instagram 然後Tag我的話 我會看到大家的照片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大家真的實際在做做看了 這樣子 那今天的YumaCooking 如果大家挑戰看看的話 可以拍照片 Tag我 給我看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這個 玉米燒 加油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